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人想要再开会讨论 另外13位委员都觉得不需要再讨论 所以最后就这么拍板定案 我们带你再来确认一次 好 立委选举是在明年的1月12号来举行 那么正式投票日之前 20天会做正式的公告登记 好 那么总统选举的部分确定 明年的3月22号来举行投票了 那么在50天前进行公告 然后展开登记 那么登记时间为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的两位的总统候选人 包括马英九 包括谢唐英先生 在现在一直到明年的3月22号 正式投票日之前应该讲 正式公告登记之前 到底他们两个现在面临的官司问题 会不会在这个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那么在正式登记之后 如果官司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能不能选啊 这也是一个变数 好 那么至少日期已经确定下来了 但是在7月6号 这个钟宣威正式开会说 二合一不可行之后 不会合在一起做之后 国民党是意见非常非常多 想要办法要来翻案 但就依旧没翻成 这里头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蔡委员 虽然国民党知道我们看到的 相关的一个相关的讯息报道 还是主张二合一 也不管当初到底二合一 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 报纸也有这样分析 马英九 觉得对她选情不利 好像对谢唐英先生选情比较好 那么国民党想办法要来翻案 那么前两天中原会主委也说过 这个好像也不是不可能了 但是现在说已经确定不可能了 刚才两位已经隐约提到了 到底国民党代表刘光华委员 在这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使不上力的地方 国民党内部的沟通出了什么问题吗 不过这个东西 因为国民党集的所谓的中选委员 本来就少数两个三个 所以决定还是民进党来决定 不是国民党来决定 国民党里面我所了解的状况是说 马先生当然比较倾向于说二合一 但是他也并不坚持 他也并不坚持说非账不可 立法委员就分成两派了 像我就主张二合一 说算一次开二十一 连续那几天之内就给开二十 一境务开不是八十开 就花掉二十亿 搞不如就合并在一起 比较省事 这跟刚才郭勇翔讲兄讲那里长 里长本质上不是公职人员 所以性质稍比较不异 也不是民意代表 可是我们立法委员有分成两种 有一部分战争说二合一 有一部分战争二合一 大概势均力敌 可是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意见 说大概有人反对也就算了 所以党都在外面 没有采取特定的立场 我想原因是这样子 那么蔡委员讲的还蛮简单的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有媒体这样的分析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说 到底这中间有些什么样的过程 不管说国民党的委员 杜光华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像刚刚徐委员讲到了 很多事情 好像党中也也没给指示 到底他要怎么做 就这么做了 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在马金九 马正迎当中 如果如之前在七月六号 正式第一次宣誓说 二合一破局不可能 马正迎认为这个对谢比较有利 对我不利 那么现在所以才会想要立晚狂澜 但还是没有能够成功 这里头国民党跟党中央之间 沟通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状况 以至于马团队意志 党中央不知道 国民大哥你觉得是沟通有问题 还是党中央 所以媒体报道的内容是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 那两边怎么都该打屁股 那倒是这种事情 不过其实最近我发现 不晓得怎么会 好像各个党派都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总统府任命 宏奇桑先生委员 去当海基会的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没错 可是他们的党的代表 也投票反对 我说好像不太像民主政治 所以民主政治品质真的要好好提 不是哪一党的 所以在这个选举时刻 是不是各自的利益 利益的问题 这很显然的 有机关算尽 步步为营 结果没有想到 算到最后自己摘了跟头 二合一这事情 国主我们在节目中讲了好多次 好像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不能看到两个政党 对一项事情才有共识 都战成二合一 国民党战成二合一 因为三合一的智慧 记忆无心 会贏 别想说去猜测 东山有的应该不应 二合一的目的也知道 三合一就看得出来 民进党有什么支持二合一 党中央有人认为可以提高投票率 对总统的代算影响 可以抗一些立法委员起来 现在算是又不对了 我最爱情的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自己支持不定 他自己没办法判断 这个二合一到底情势是怎么样 开始是民进党战成二合一 国民党就反对 认为说他们一定有阴谋 所以他们赞成 这也没办法判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